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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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又睡了一会儿 最近吃饭不规律放胃酸了 还喝的 关键那个喝的水也不太好 还是要坚持喝点白开水 昨天晚上没冷住又去喝了 喝了点乱七八糟的什么汽水 反正那个果汁喝了也不行 冷都有从中心理的 游戏的评分呢 还是自己完全体验完了之后 综合整个角度来说的话 比较好一点 因为游戏毕竟刚出来 你说直接有这么多人全通关了 去给打出给打出评分是不不太可能的 对吧 有很多可能是观众或者是 看了一些流程的 这应该就是之前实验室的走廊呀 对吧 这里就是那个 送到火银实验室想提取抗体的那个实验室走廊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艾莉好像一个人过来了 她没有 昨天晚上就进行到这儿 昨天晚上进行到艾莉对一个狼帮的一个女孩 诺拉痛下杀手之后 而回忆起了两年前的一段剧情 两年前 两年前第一次她跟老乔出去的时候 跟老乔对过一次话 她又再次质问老乔曾经和她 她说的就是 当时把她从实验室带出来 没能成功提取抗体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里老乔的回答和第一次带她去山上说的不一样 然后看到了很多 增长的状况 增长的状况明显有突变 让我们看看实验结果 能否证实我们的理论 这是大发现 就他们发现艾莉的抗体好像是在 就是大脑 就是嵌在大脑里的 因为这图片这儿是能看到的对吧 手臂是艾莉那个被咬的一个照片 然后剩下的这些拍摄的 然后剩下的这些拍摄的 好像类似于 X光片的 今天中午吃饭吃了比较多 晚上放胃酸就没吃 应该没啥问题 这也可以看一下 明天这个时候 我们将改变历史的进程 它应该是在大脑前额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要提取抗体 就得把艾莉得得开头了 把它头给开了 这里玩家看了这种文件 和X光片大概能猜到一点 这就是之前那个走廊一模一样 一代最后的那个走廊一模一样 这里找到一个包裹 里面有个录音 里面有个录音 我也想去追走石饭和那个女孩 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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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机班出现其他免疫者也无需物捧 因为唯一能制造疫苗的人已死了 尤其他兵 尤其他兵 走来 你靠下 你这边了 里面的夜的模式 你跟我说 你不是让我使不让电什么 我不能 告诉我 什么事在这里 如果你骗给我一遍 下午好 晚上好 如果你告訴我真實 我會回到Jackson 無論如何 只要說它 Joel 你做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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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住了 我的天 我的天 你不太碰我 我会回来 但我们已经结束了 IWL送的獎杯 謝謝0529老闆送的兩個高能預警 感謝0529老闆老闆大起 Dina Jesse The War of the Merrier Hey look Joel It's your favorite 神秘海鱼寺嗎這是 不是啊 這不是神秘海鱼寺 剛才這段劇情的展開也是有點突然 但是角色情感的變化 這算是唐突嘛 遊戲寫到這個地方確實挺難的 Dina Jesse 或許這個遊戲不該出第二步 真的 遊戲寫到這兒感覺挺難的 我想想我感覺真的挺難的 不是 他這個遊戲角色人設是符合一代的整個延續的 這確實是符合的 一代裡面 一代裡面其實有一段地方很嚴肅的老乔問過 愛里 就是他 就是他 犧牲自己拯救人類 他也願意嘛 他說廢了這麼大勁 就是 就是為了這一 但他只是說說對不對 因為遊戲最後 結局是大家比較願意看到的 這二代怎麼弄 好 真的也許這遊戲不該喘的 對嗎 我明白為什麼你出來了 但是我們要把她拿回來 她需要真正的照片 她不會把她拿出來 對,我知道 我知道 但我只能不能離開 Tommy 她在這裡因為我 可能你能把她拿回來 她不會離開你 對 糟了 我們告訴你 下午好,剛來的朋友們下午好 我只能認識你的朋友 對 我覺得剛才有個觀眾說得很對 一句話 一句話來分析這一座 它其實是有很困難的地方 因為一代的牆氣得太高了 就一代這個遊戲的深度 拉得太高太高了 也不是說二代劇情啊 或者是人設或者怎麼樣啊 以至於二代即便是有些地方比較合理 能夠想通玩家也接受不了 剛才這個場景我覺得真的 怎麼說都是 理論上說得通 但是 從情感上來說說不通的 而且一開始艾莉去追殺這些人的時候 我的想法是 之前進行的這些 我的想法是艾莉根本就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老喬 為了他把實驗室的人 給清理了 但是這裡劇情發展下去 他通過兩年前這段回憶 說明艾莉都知道了 往後走走先看看 這地方怎麼過渡過去 怎麼沒辦法過渡我覺得 真的沒辦法過渡 怎麼弄都是錯的 怎麼弄都是錯的 OK Go for it OK 謝謝 你可以理解為艾莉是個性格很很直的人對吧 從他十三歲 第一部作品小女孩開始 他就堅定了一個信念 就是用自己的抗體來拯救人類 但是他在一路上 他一路上跟老喬 互相依靠 最後到達了終點 這兩人建立起的感情 已經很深厚了 畢竟是經歷過幾次生死 就他們互相救助過 畢竟是兩個人經歷過幾次生死關頭的人了 畢竟是兩個人經歷過幾次生死關頭的人了 我覺得他也會原諒他的 真的會原諒他的 這不科學 真的不科學 剛才那劇情真的不科學 他想 就是 邏輯理論上說的是對的 他想說明 就是為什麼 老喬跟艾莉之間 已經變得比較生疏一點了 就是因為剛才這一段 艾莉自己到了火營的實驗室 又想去找一些線索 然後等老喬 等找完一些就是 留下的那個錄音筆 錄音機 還有最後當面詢問了老喬 對吧 以自己離開為威脅 讓他說出真話 這種情感上不可理解的 就像 就像你是沒有一個親人的 但是 你在這種陌生環境中 和另外一個人 建立起了 形同婦女這樣的 這種關係嘛 對吧 我覺得這種 這種情感上的關係 不可能因為任何 一些什麼 好 OK 不可能 我告訴你 只是確認 他的邏輯理論是可以的 但是 這也太偏離人物情感設定了 玩家又不傻 玩家在一代裡面 對這兩個人物對吧 印象是足夠深刻了 因為 一代所有的內容 都是鋪墊和刻畫 最後那一刻的 很遺憾年度最佳遊戲 如果是媒體屏的話 他還是年度最佳遊戲 這個東西大家不用太糾結了 管他是不是年度最佳遊戲 這件事情本身大家不用太糾結了 怎麼看 即便編劇有很多自己的說法 但是还是说不过去 因为从玩家视角来说 编剧完全是自己一厢情愿 他可以不走这条线 但是他觉得走这条线很劲爆 我觉得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或者是初二之前游戏可以做一个玩家的名义调查 很简单对不对 结局的时候他可以直接问一下 做一个调查问卷 弄个问卷简单一点 问的就是一个问题 你觉得结局的时候老乔做的对吗 你会选择像他这样做吗 就可以了